现在马上这个温度越来越高了 特别种植这个大叉番茄或者是做一月下番茄种植这一会儿 我们种植物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病毒病的发生 我这个棚是2月2号还要定制的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大叉 现在这个你想好比这一岁 这一岁就是在一定是第十二岁花了 做的是大叉无土栽培的 最后一层果可能是在八月份结束 基本上就是穿越了整个夏季 对于月下番茄这一会儿 实际上最头疼的 不是说温度高以后怎么去降温问题 而是说病毒病如何去预防 我们的一般的方法就是 一个是降低膨湿温度 第二个提升膨温湿度 第三个呢 进行采用一些防止病毒的药去预防 因为病毒病的发生就是一个高温 低湿干汗 这样的一个发生的一个诱因的一个病害 所以说呢 在夏季的时候 如果棚温度达不到七十 这样的情况下 尤其现在 正出小麦的时候 外面干人风很厉害 更降低膨湿的温度 又能提升这个湿度 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有效避免病毒病 第二个呢 用安吉高糖素 然后那个香菇多糖 炎酸麻令瓜 这些防止病毒病的药呢 基本上七到十天呢 去预防一次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喷雾 那个防止这个牙虫飞湿 尤其是飞湿这一块 然后切断它这个传播源 通过这种三种啊 这个共同的作用下 可以有效去防止病毒病 你要好比说 我们种这个水果番茄啊 这个是不抗病毒的 但是呢 每年我们夏季的话 病毒病的发生距离都很低 原因就是 在这三块上去要做好 再一个呢 你要采用这个无土栽培 你像我们现在 这大块全是无土栽培 通过无土栽培的方法 也可以去降低病毒病的发生 因为什么呢 蜘蛛症状健壮了 健康了 它自身的抵抗能力也加强了 蹲下 半分� Ta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